好,再来看一下第四题,若4的X四方,3的2X四方等于这个6的Y减X分之四方分之一,请问X和Y是等于多少? so,和0呢,应该是发现到这个4是2的平方,所以它是2的2X四方,然后3的2X四方,所以如果你2X抽出来,它这样等于6的2X四方,那这边右边哦,它就是分母嘛,分母其实就是取负一四方,我们拉上去,取负一四方的话呢,Y减X就会变成X减Y, ok,所以2X等于X减Y的话,拉过去,X减Y就会是等于0,对不对,这么巧,所以第四题答案是档题,第四题答案是档题, ok,9的X四方等于25,9的Y四方等于16,9,3的X加Y四方等于多少?那这一边,我们就把9换成3的平方,我们就有3的X四方的平方等于25, 两边取根号就会得到3的X四方等于5,同理这个3的Y四方就会等于16的开根号,就会等于4,3的X,X加Y四方呢,就是3的X四方乘3的Y四方,就会等于5乘4,等于20,非常好,第五题答案是A,第六题,第六题, Zen好像是做了我们叫做try and error的一个方式的,所以他算到了N等于2是符合的,那如果我不用这个方法呢,对吧,如果我不用这个方法呢,怎样可以做到N,怎样可以算到N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我的2的N减2四方,除法我也把它变成分数,N减1四方,然后27其实是3的三四方嘛,然后呢,16的话呢,是2的四四方, OK,那我们过后呢,我们再进行交叉层,我们就有2的N,原本是减2,再加4,所以就会得到加2,这边就会得到3的N减2, 然后怎样呢?一般来讲,因为我要把翅膀变一样,就是会变成成乘法,对不对?我把它变成乘法,我就会变成乘4,我这边把它变成3的N四方,我就除以9,如果把它拉过来呢,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2的N四方,所以3的N四方,相等于,三十六分之一的话, 诶,我有没有弄错啊,有啊,sorry,sorry,sorry,这边, 这个应该是N减1,再加3,应该是N加2的意思,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拉过来,就是3分之2的N加2次方,要等于1的话,唯一的可能性呢,就是我们的指数为0, 指数为0,N就会等于负2,所以整体这样子来起,会比较合理一点, 好不过你要一个一个trip,尝试做答,OK,第六题,答案是1, 我们去带弟弟妹妹啊,第七题,若4的X加一四方,乘上9,再乘上3的X四方的平方的话, 看0的做法,好像是把这个2拉的三曲平方得到9,所以是9的X四方, 过后因为9乘9的X四方,就会变成9的X加一四方,那X加一一样了, 他就再抽出来,就会等于9是36,36的X加一四方是等于6的X减, 应该这个是减,对吗,X减Y四方的话,也就是说我的这个36其实是6的平方, 我就可以这样子来写,6的2X加一四方,等于6的X减二四方, 我们就会有2X加2等于X减Y,X加Y就等于负二, 对不对,这个拉过来,2X减X等于X减Y,拉过来加Y,加2拉过去减二, 所以应该是负二才对吧,第七题当然应该是比,负二不是2。 应该是你的这个加变,原本是减有写成加的,所以就用错了, 好,再来看第八题,第八题,以至3的M次方等于6,9的M次方等于2, 3的2M次方减去3的4M次方,只会呢就把它变成粗方, 然后3的M次方因为是6的话,那就会是6的平方,得到36,3的M次方, 把它换成2的M次方的话,就会得到9的2M次方,9的M次方等于2, 就是2的2次方等于4,3的6除以4等于9,正确,第八题答是4,可以, 再来这一题减指数方程式,我们把2的X次方变成Y,它这一边是有2的X次方乘以4, 这个是2的X次方的平方,所以就会有Y平方加4Y减12等于0, 就会这步了,好,过后呢我们再交叉成因子分解,我们的Y就会等于2或者是负率, 再带回进来2的X次方等于2,我们的X就会是等于1, 2的X次方等于负率应该就没有解答, 好,这一题答案只有X的1,一个解1, 第二题解2的X次方的三次方乘上4的X平方减6X等于16分之1, 看里面的做法呢,先把4换成2的平方,16分之1换成2的四次方, 然后一个分我5一个负,过后两边我们的2的次方呢, 这一个底都是2的,我们就会有3X加2X平方减12X等于这个负式, 2的X,2X平方减9X,因为减12加3等于减9, 这个减4拉过来加4,加差成因子分解2X减1乘上X减4, 负18减1等于1等于9,所以正确负9X等于2分之1或者X等于4, 第二题的答案呢正确,4或者是分解3, 再来看第三题, Y等于AX的B字方加10,当X等于2,Y等于26,当X等于3,Y等于64, 求A,我们来看看,我们带进去哈,第一次,Y等于26, A乘2的B字方加10,对吧,我们可以把加10拉过去变成16, 好,A2B字方,我们再带第二次,第二次是64等于A3B字方加,也是加10, 对不对,所以就会得到54等于A3B字方, 这种题目要怎样解呢,我这个是第一个方程,这个是第二个方程的话, 我们用第一个方程, 我用第二比较大,第二个方程除以第一个方程, 我们就会有54除以16,等于A3B字方除以A2B字方, 我就可以解掉A了, 对不对,那我这个是, 我们看一下啊,54除以2, 除以16,我们主要除以16,我们看看, 它是,刚好是8分之27, 所以如果我越减变成8分之27的话, 好,这个两个都是B字方,我们把B抽出来, 8分之27,8刚好是2的3字方, 27刚好是3的3字方, 也就会得到2分之3的3字方, 哦,所以我们就会得到B是等于3的, 如果我知道B是等于3的话, 我直接带我进去第一次, 我们有16等于A乘上2的3字方, 2的3字方是8,对吧, 16除以8就会等于A是等于2, 所以我们就会解掉A是等于5, 好,就这样, 这题,这题有少许的难度了, 这次题,设X与Y的为时数, 使到X加Y等于3, 3X加3, 3的X字方加3的Y字方等于W, 3的X字方减3的Y字方等于6, 求X,Y,W, 嗯,嗯, so, let X等于2,Y等于1, 2加1等于3, 3的2次方加3的Y字方, 就等于9加1, 9加3, 9加3, 9加3等于12, 过后, 9减3等于6, 又这么巧, 但是呢, 你会觉得说, 哎,老师, 这样子的错法好像有点, 我们讲说,这个叫做Try and Error的一个做法, 对吧,Try and Error的做法, 嗯,有没有, 有没有比较,比较说, 不要猜, 因为你至少啊, 这个是对啦,猜对了啦, 我看下答案了啊, XA2Y等于1, W等于12, 是,的确是给你猜中的, 但是如果我猜不到呢, 对吧, 我怎样知道是2跟1呢, 呃, 呃, 可以是0跟1, 而且它是时数的, 它会不会是有1分之1啊, 等等的, 有没有不用猜的一个做法, OK, 我们来尝试一下, 如果我们从这一个, 呃, 这个位置, 我们要解除X来, 我们两次相加, 得到两个3的X四方, 等于W加6, 如果我再用两次相减, 我们就会有两个3的Y四方, 等于W-6, 如果我两次相乘, 有没有, 我两次相乘, 不要, 我这样子了, 3的X四方, 等于W加6, 主以2, 3, 3的Y四方, 等于W-6, 除以2, 过后我们两次相乘, 我们就有3的X加Y四方, 对吧, 这里两次相乘, 那这两次相乘呢, 这2乘2等于4, W加6乘W-6, 就会有前平方减后平方, 对吧, 这样子, 我们等X加Y等于3的关系, 3的三次方就会等于27, 好, 27乘以4, 再加上36, 就会等于W平方, 我们就可以找到W了, 有点难过, OK, 好, 好特别, 27, 27乘4, 加36, 好, 过后呢, 我们再开个号, 相等于12, 当然正负12, 原本我们是正负12, 不过因为它写W大于0, 所以我们不取负值, 我们就会得到W等于12, W等于12了之后, 我们再随意的带进去, 这个3的X四方的公式, 12加6等于18, 18除以2就会等于9, 我们就会得到X4等于2, 3的Y四方等于12减6等于6, 6除以2是等于3,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Y的1, 啊, 这个做法, 有没有, 非常特别, 两四相加, 这个我们称为第一四, 这个是1, 2, 4, 我们1加2, 得到这个, 1减2, 得到这个, 啊,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 这, 这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在数学出现, 数学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呃, 这题也是难度高, 啊, 这个有辣心心的项目, 好, 第五题, 解放成是2的2X四方, 2X加2四方, 所以呢, 把加2呢, 变成乘2的平方, OK, 2的X四方, 再加2呢, 也是一样我们在乘, 呃, 乘上2的平方, 当然2的X四方, 如果是乘T的话, 这里有T平方, 也就会变成4T平方, 这个也是有T, 也是变成4T, 再把这个三拉过来变减三, 再交叉成因子跟减, 我们就会得到T是等于负二分之三, T等于二分之一, 2的X四方要得到负值,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所以是2的X四方的一个分之一的话, X等于负一, 这个是他回应的解, 好, 第五题答案是F等负一, 第六题, 0.25, 你要看出来, 0.25至四分之一, 32是2的五四方, 所以二分之一呢, 就是22平方分之一, 我们会变成2的负2X四方, 这边5乘进去, 520X减15, 底数一样, 指数也一样, 2-2X等于10X减15, -12X等于负15, 我们就会得到X等于四分之五, OK, 也是正确, 非常好, 第七题指数, 2的X四方加1, 我们又把它变成乘以2的一四方了, 然后呢, 2的1减X四方, 我们又把它变成除方, 过后2的X四方, 换成Y的话呢, 这里有2Y, 这里有加上Y分之二, 等于这个五, 每一项乘以Y, 就会有2Y平方, 减5Y加2, 交叉成因子分解, 我们就有Y等于2, Y等于多分之一, 再带回进去这个2的X四方, 我们就会得到X等于1, 或者是负1, 我看一下第七题, 正负1正确, 第八题, 这个加1呢, 就是乘以2的, 哦, 没有, 他的领额就发现到呢, 这里有2的X加一四方, 这里也有2的X加一四方, 乘以2, 把它变成乘以2, 这个是乘以4, 所以如果我把2的X加一四方抽出来的话, 它就会有1加2加4, 1加2加4啊, 刚好等于7, 如果我把7拉过去除, 224除以7, 7321, 724, 我们32是2的普通方, X加1等于5, X就会等于4, 非常好, 这个的解法, 嗯, 正确啊, 非常好, 再来看这一题, 3的X平方, 对吧, 2X四方, 我们就当它平方, 然后呢, 乘上3的意思方, 我就当做是乘以3, 再来这一题也是一样呢, 3的X加1, 我就当做是乘以3, 6, 3, 18, 再来加上27, 0, 如果我把3的X四方换成Y, 每一项除以3, 我们有Y的平方, 减6Y, 加上9, 等于0, 这个是Y减3的完全平方, 等于0, Y等于3, Y等于3呢, 再把它放进来, 3的X换成3, 我们的X呢, 就只有等于1了, 第九题答案是X1, 第十题解放成是5的X加2次方, 减3, 这个加2呢, 就是乘以25了, 这个是加1, 就是乘以5了, 然后就可以输出来了, 这边其实你, 你可以看到它是5的X四方, 如果这个其实不用换Y了, 你要换就可以, 这个是25Y, 这个是5三十五, 15Y, 这个是加一个Y, 所以15减10, 25减15是等于10, 再加1等于11, 11拿过去除27, 275除以11, 刚好是25, Y等于25, 5的X法等于25Y, X就等于4, 第十题答案是2, 第十一题, 第十一题, 它看你发现到呢, 这个是3的X加1次方, 再乘以3, 这个是3的X加1次方, 如果我们把3的X加1次方抽出来的话, 这一边会有3, 这一边会有减1, 3减1就会得到2, 2然后徐数就得到1, 3的X加1次方等于1, 这个1可以换成3的0次方, X加1等于0, X就会等于-1, 很好, 也是正确的, OK, 这一题, 大家, 你把4换成2的平方, 你就会有2的2X四方, 加上这个16, 等于这个2的X四方, 因为它加1, 我们把它变成乘以2的话, 这一边就会有10啦, 所以再把2的X四方换成Y, 我们就有Y的平方, 减10Y加16等于0, 16是826, 我们就有Y减8, Y减2等于0, Y等于8, 或者Y等于2, 我们再把2的X四方放进来, 这个X就会是等于3, 2的X四方等于2, X就会是等于1, 所以第12题, 有两个捷, X等于1, 或者是3, 求这个的捷, 我们的捷法变成除法, 好像没有办法捷的, 对, 原本我以为可以阅, 没办法阅, 过后变成除法了, 只有10的1次方就等于10, 再交叉成呢, 你可以乘过去了, 其实可以直接乘过去了, 如果是我, 我是直接乘过去, X平方加11X加8等于10个X加10, 乘过去, 再把它拉过来减, X平方加X, 加, 减2, 对吧, 减2等于0, 就会是X加2乘上X减1等于0, 我们就会有X等于-2, 或者X等于1, 如果你是像Zen这样子做, 拉过来通分, 你的分母不需要理他, 因为你分母可以等于0的话, 分母等于0的话就没有解了, 所以你只需要看分子就好了, 不过你的分子好像也是越错了吧, 这个应该是加2, 对吧, X加2X减1, 所以真正这一题的解, 应该是1或者是-2, 但是你再看-2带进来, -2加1会等于-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不可提议的, 对不对, 所以最后呢, 你的解只有X等于1, OK, 解析只有X等于1, 第二题, 3的2X四方, 等于这个Lock8加Lock125, 我们把加法变成1个Lock的乘法, 8乘125刚好是1000, 1000是10的三四方, 也就是3的一四方, 3Lock10等于1, 所以就会得到2X等于1, X等于1分子, 这个也是蛮简单的, OK, 大概是这样子了, 1分子, 3Lock10. 3M1.